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Dex 今天想和大家看看在IP的层面上 如何为之一个网络,两个网络,或者很多个网络 首先,我们就讲一下什么为之一个IP地址 IP地址只是一张Label 一张Label就是贴着每一个铺上网的装置 IP地址分为两种,一种就是IPv4,另一种就是IPv6 主要的分别就是说地址有多长 在香港来说,常见在家企和一些中小企都是以IPv4为主打 我们这个介绍都会用IPv4来和大家分享 IPv4它就是由32.0或者1,即是一个二进位的数目是来组成的 而IPv6就是由128.0和1组成的 IPv4计算下都有40v1个不同的装置 但是计算全球的层面来说,都是不太多 其实它都会用的 所以IPv6就是解决这个位置不够的问题 不过呢,说到那些位置不够 其实IPv4都会有一个比较接冲的解决方法 那就可以看一下这条片 关于如何去解决IPv4不够的一些方案 刚刚提到IPv4就是32.0和1 我们当作一块去看 每8个为之一组 把它变成10进位的一个数目字来看 譬如说,我们现在把8个1看成1组 看到这个数目字变成10进就会是255 那我们将所有的1都排在一起 那就有4个255 就为是这个IPv4的楼盒里面最大的一个数目 全部都是0,就是最小的一个数目 其实我们会再将IPv4里面的地址 细分成Network ID和Host ID Network ID顾名思义就是用来变现一个网络 假设一个网络里面有不同的装置 如果在同一个网络里面 其实它都会用同一个Network ID 如果Host ID 就是在那个网络里面再分一个装置 究竟是哪一个偏好 还有第三个概念 关于NetMark NetMark 我刚才说有32个数目字 中间剁一刀 那一刀 左边就一定是Network ID 右边就一定是Host ID 就是说在哪里切下去 现在这样说就好像都很抽象 那我们不如就一起来看看 譬如说我这部Windows的电脑 究竟是怎样是可以看到它的IP地址 或者NetMark等等的设定 在这个Windows的电脑的左下角 假设大家是用Windows 10 那我们在Windows的标记那里 右按 然后之后去Run 那我们呢可以在这里打CMD CMD的意思就是Command 那就是说我们是可以 进入一些指令 给那个电脑去处理 那我们今次呢 会用到的指令就是 叫做IPconfig 一起去输入这个IPconfig 先 IPconfig 那机围那里我硬一点才说一下 刚才提到的NetMark 和这个SubNetMark 是同一样东西 你不用怕说有不同的字眼 其实是一样的 今天关于IP的简单介绍就到这里了 大家听到这里可能就会觉得 好像有点 噪漾那样 那我下一次呢 就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怎样 拆开这个东西来 解议算法里面 实际在发生什么事 记得StayTune 看完下一个影片 我们下一次很快再见 记得Like Subscribe 等下一次 再见 拜拜